大家好,我是韭菜 今天外面在下雨 稀稀利利的 那么一到下雨天 我这个心情就很低落 就很惆怅 那么正好借这个机会 我回忆一下过去这几年 我自己的一个经历 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是一个出生在上海的90后 小时候听我妈和我讲 在我出生的时候 他们都是工厂的工人 家里条件很穷 后来我妈妈没办法 吃掉了工作下海去做生意 最早的时候 她是在厂里卖袜子 然后她就到她原先的厂里面 去进货 把袜子在路上摆摊去卖 起早汤黑 后来积攒了第一桶金 积攒点钱算是第一桶金 然后就去小区呢 开了一家舒适店 没想到这个生意还不错 于是呢 我爸也辞职跟我妈一起去干 前后看了三家分店 所以在我印象中 我的童年生活还算是比较幸福的 至少在物质方面还比 还算比较幸福的 在别人都在玩俄罗斯方块的时候 我已经有了一台任天堂 在别人玩任天堂的时候 我已经有了第一台土星游戏机 所以说正因为小时候优越的条件 让我变得比较任性比较自我 什么事情都自己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了 也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 或者去 小时候没这个概念 不会去反思什么的 然后由于爸妈是开发点生意的嘛 小时候放学 人家回家 我就去爸妈的店里面 吃好饭 然后再和妈妈回家 在店里呢 也会遇到形形色色的客人 有食客 有店里的员工 有街道主任 警察小偷 城管流氓 防疫战 等等等等 形形色色的人 所以小时候呢 我就有点知道这个社会 复杂而且多样 到我读高中的时候呢 家道就中弱了 因为我妈妈的三家店呢 面临着被关闭的处境 不是因为经营不善 原因是因为 突然接到上级通知 说我们这个都是违章搭建 那么当时呢 也需要 找关系 你找关系的话 要用钱去普入 因为 我妈 就是我外公快破都是 一般的工薪阶层 也没有什么当官的 也没有什么做 就是没有当官 没有 没有那种 没有那层关系嘛 所以说 要用钱去普入 和这些官老爷 斗智斗勇 最后呢 凭着我妈 那个 就是那个 三寸不乱之舍 也总算是 保下一家店 但她这个 付出代价呢 是要付给街道 高额的租金 然后 还要给小流氓 一定的保护费 这样算下来 就是这个店开下去 然后跟 跟这些 扣除这些乱七八糟钱的话 也算是勉强 虎口度日吧 那么随着我年龄的增长呢 我也接近明白一个道理 这个世上呢 至少在中国 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社会上的小流氓 而不一定 它都是很坏的 他们有的很仗义 有的也很有正义感 反而那些穿制服的警察 电视上宣传了 多么的伪光整 多么的 道貌暗 但是呢 他们有些人做的事情 简直不是能做的 甚至于这些执法人员 执法犯法 还会敲诈 勒索老百姓 到那个高中阶段呢 我的人生观 也在不停的 不断的在转变 后来呢 我就这样平平淡淡的 生活 直到我考上了本科 阴差阳寸了 考上了公务员 于是我顺理成章的 进入体制内 说来话长了 我在体制内 一干就是七年 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 可能是我太单纯了 很傻 很天真 认为呢 只要清偶 踏实的肯干 做好自己的事情 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 就可以顺理成章的 得到领导的认可 可以往上爬 于是呢 我每天上班 基本都是第一个到 下班呢 基本也是我最后一个做 工作上的事情呢 从不拖拉 可是每次基督点评的时候 年终 就是年终数值报告 总结会的时候呢 领导从来没有提到过 而我周围那些 平时工作并不积极 有的甚至于上班时间 睡觉玩手机的张三理事 王五 王六麻的 却一个一个被领导表扬 提拔 更有甚者呢 有的新来的职员呢 他做了不到半年 就被提拔 身为领导 我就是心中疑问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 后来呢 才知道 我后知后觉 这些人不是塞的红包 就是某某某领导的儿子 要么就是不断的 不要脸的舔菊花 舔上级的菊花 这让我意识到 这个社会非常虚伪 非常复杂 一个人成功的背后 不是那些光鲜亮丽的故事 而是令人不齿的故事 有的人天生父母就是当官的 他怎么不努力 他再怎么混蛋 只要老子一句话 就能搞定一份工作 甚至可以被欺拔当领导 有的人没有过瘾的业务知识 只要能够揣测领导的意思 你这个选择站队 你站队了 就是站的正确了 那你就可以升官发财 然后我每天走进办公室呢 充满都是敌意的眼神 说着假惺惺的话 做着假惺惺的事 每个人都戴着面具 这让我这种性格刚烈的人啊 就是感觉激动的不适应 这每天上班就想下班 就想逃离那个环境 实在是难受 但我也实在想不出来 我应该怎么办 当时啊就那段时间 我非常的犹豫彷徨 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 还是周围人其他的问题 实在想不明白 直到有一次休假呢 我去了美国旅游 我在宾馆里 看视频的时候 用了就是YouTube 油管吧 就是我现在在用的这个 我当时还没有想到 要去看这就是 所谓的反共这种视频吧 我当时就是想看一些 查查那个打篮球 就是篮球的不小心刷到的一些 就是有关于共产党的一些言论的视频吧 这些言论啊真的让我惊讶万分 就在在中国 听完全是不可能的这种声音 我一开始第一反应 我肯定是严重怀疑他们说的话 我就觉得他们在污蔑吧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是在中国 你这个是 拉出去枪毙都可以啊 但是呢 就是 后来我仔细想一想啊 然后我再联想一下自己的经历 后来我可以说 我就是那次美国旅行 我基本上 后面几天我都没有出去 我就在宾馆里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中国在马路上 你看到一个老太太都不敢去扶一下 怕他讹你 而在美国呢 一个陌生人可以和很热情的和你去打招呼 在中国为什么人们可以昧着良心 去赚那些黑心的钱 比如说毒奶粉啊 工业盐 这些毫无底线 昧着良心的这种事情 而在美国这类民主国家 却会因为诚信问题 就是你一次不诚信 或者两次不诚信 你终生 终生你就完蛋了 你就可能会变成一个流浪汉 因为你到哪儿 你有记录 你什么都弄不了 可以说啊 后来我想明白一个事情 在中国发生的一切 不是中国 就是在所有的国家 你发生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个国家的体制 在中国你也不要去怪 那个某个人是坏的 这个人怎么这么坏 那个人怎么这么坏 对吧 那每个人其实都是 他在这么一个庞大的机器里面运转的时候 每个人其实都是受害者 每个人也都是加害者 在这样一个落露强词的统一社会里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要么选择正义 对吧 你揭发这个社会的丑恶 要么你就默默的不说 但是你揭发社会丑恶的付出的代价 那就是你要被寻衅知识 你要被抓进去 但如果你选择沉默 那这把刀子就是慢慢慢慢的伸向你 你可能会暂时的不倒霉 但是说不准哪一天你就会倒霉 没得选择 就是一个死的快一点 一个死的慢一点 但你总统是会想死 坏的制度呢 可以把人的饿的一面都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 所以我想了半天吧 还是逃离这片土地吧 离开 那么等我美国回中国之后呢 我就着手准备要离开这个国家国土 至于我怎么离开的 办的是什么签证 选择哪个国家 当然你们已经知道我选择是日本吧 那么我们下一集 你这个选择站队 你站队了 就是站的正确了 那你就可以升官发财 然后我每天走进办公室呢 充满都是敌意的眼神 说着假惺惺的话 做着假惺惺的事 每个人都戴着面具 就让我这种性格刚烈的人 就是感觉极度的不适应 这每天上班就想下班 就想逃离那个环境 实在是难受 但我也实在想不出来 我应该怎么办 当时就那段时间 我非常的犹豫彷徨 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 还是周围人其他的问题 实在想不明白 直到有一次休假 我去了美国旅游 我在宾馆里 看视频的时候 用了就是YouTube 油管吧 就是我现在在用的这个 我当时还没有想到 要去看这 就是所谓的反共这种视频吧 我当时就是想看一些 查查那个打篮球 就是篮球的 不小心刷到的一些 就是有关于 共产党的一些言论的视频吧 这些言论啊 真的让我惊讶万分 就在中国 听完全是不可能的这种声音 我一开始第一反应 我肯定是严重怀疑 他们说的话 我就觉得他们在污蔑吧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这是在中国 你这个是拉出去枪毙都可以 但是呢 就是后来我仔细想一想 然后我再联想一下自己的经历 后来我可以说我就是那次美国旅行 我基本上 呃 后面几天我都没有出去过 我就在宾馆里思考这个问题 而为什么中国 在马路上 你看到一个老太太都不敢去扶一下 怕她讹你 而在美国呢 一个陌生人可以和很乐情的和你去打招呼 在中国为什么人们可以昧着良心去赚那些黑心的钱 比如说毒奶粉啊 工业盐 这些毫无底线 昧着良心的这种事情 而在美国这类民主国家 却会因为诚信问题 就是你一次不诚信 或者两次不诚信 你终身 终身你就完蛋了 你就可能会变成一个流浪汉 因为你到哪儿 你有记录 你什么都弄不了 可以说啊 后来我想明白一个事情 在中国发生的一切 不是中国 就是在所有的国家 你发生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个国家的体制 在中国你也不要去怪 那个某个人是坏的 这个人怎么这么坏 那个人怎么这么坏 对吧 那每个人其实都是 他在这么一个庞大的机器里面运转的时候 每个人其实都是受害者 每个人也都是加害者 在这样一个落露强词的同一社会里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要么选择正义 对吧 你揭发这个社会的丑恶 要么你就默默的不说 但是你揭发社会丑恶的付出的代价 就是你要被寻衅知识 你要被抓进去 但如果你选择沉默 那这把刀子就是慢慢慢慢的伸向你 你可能会暂时的不倒霉 但是说不准哪一天你就会倒霉 没对选择 就是一个死的快一点 一个死的慢一点 我呢 完全知道 如果我去反抗这个社会 我是什么结果 我承认 我没有像陈秋实这样的勇敢 其实呢 我也对我周围的人相当相当的鄙视 我也知道 就算我站出来说了 那些人 没用 那些人 他还觉得我是境外敌对势力 所以我还是选择离开 我要逃离这片土地 那么当我想明白这些道理 我回到 从美国回到中国之后 我就左手开始准备离开了 我就计划着怎么走 我应该去什么国家 应该办什么签证 好吧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至于我下 我下次会跟大家分享 我是怎么离开的 我帮了什么签证 我经历了什么 好吧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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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